张嘉妮国外被偶遇 发福不少 心情大好 和Angela Baby近况反差大 一场风马秀 不只让表演者Lisa被推上风口浪尖 也让看秀者张嘉妮和Angela Baby备受征讨 风波过后 两人的近况也是大不相同 Angela Baby自10月初回国后 在机场被偶遇后便再未露面 张嘉妮却屡次被国外被偶遇 10月10日 又有网友在国外偶遇张嘉妮 她状态不俗 心情大好 引发网友热议 一位网友称 在伦敦看展偶遇了张嘉妮 一位网友在追好事成双 对张嘉妮比较熟悉 在看展时 看到一位气质出众的女子 随后认出是张嘉妮 最开始助理称 张嘉妮有事要走 无法合照 起了之后 张嘉妮忽然折返 拿手机说要和网友合照 让网友十分欣喜 晒照中张嘉妮身材娇小 背对着镜头正仔细看着展览 虽然没有露出正面 但确实可以窥见 是张嘉妮本人 网友还透露 张嘉妮和自己聊得十分开心 她本人长得真的很漂亮 脸超级小 气质也特别好 非常有亲和力 分开的时候 张嘉妮也十分有礼貌 让网友好好享受 之后网友晒出和张嘉妮的合影 她穿着藏青色的针织衫 戴着墨镜 笑容令人如沐春风 状态相当不错 怼脸看张嘉妮 虽然下巴又尖又闭 但两颊肉嘟嘟的 看上去比之前还胖了一些 看上去相当滋润 风马秀后 张嘉妮未露面 也未发声 很多网友猜测 她正焦头烂额地忙着攻关 没想到 却是跑到国外来看战 着实令人意外 事实上 张嘉妮前几天 便在英国被偶遇 偶遇者也晒出了 和张嘉妮的合影 10月5日 便有网友在伦敦的 香奈尔展上 偶遇到了张嘉妮 面对粉丝的球合影 张嘉妮也是一如既往的 满口应声 让偶遇者大赞其人好好 完全没有架子 说话超级温柔 人美心善 合影中 张嘉妮肤白貌美 笑容也很甜美 还配合女粉丝 比心拍照 状态看上去相当不错 似乎完全没有受到 风马秀的影响 和张嘉妮不同 Angela Baby的境遇 则糟糕得多 Angela Baby到底去 没去风马秀 一直是网友和粉丝 争议的关键 好不容易 风马秀官方否认了 Angela Baby去看秀 Lisa组合BP的官方TikTok 竟然感谢Angela Baby 和张嘉妮去支持风马秀 这份操作 直接让Angela Baby 局面危险 多个细节都能看出 Angela Baby或许被软风杀了 Angela Baby加盟的综艺 现在就出发宣传时 已经不带着Angela Baby 关威艾特了所有嘉宾 唯独没有Angela Baby 某电商博主甚至透露 自己在电商平台 卖明星周边 可当天上架的链接 带了Angela Baby的都被删除 原因是商品包含 涉嫌违背工序良俗的人物 看来他真的晚了